什么是圣灵,耶稣应许要派遣的降落伞 他答应过三遍,例如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中 我将寄给您的伞兵,真理之灵会让您想起我告诉过的一切 Periclete,希腊语,是一个希腊语,意思是,被子,进入心脏的人,将喜悦,相知,爱的阿弥放在心上 一些穆斯林看到耶稣宣布了另一个将要召回他所说的话的伞兵,说,显然是穆罕默德 唯一的问题,在耶稣三次宣布散兵降临的时候,他名称,圣灵,在五旬节,在使徒行传中,他被告知被应许的圣灵是如何来的 因此著名的Periclete并非人,因此神的灵 在他复活后的另一个时间,马格达林,Mary Magdalene,看见耶稣时,他抓住他的脚,不希望他离开 耶稣对他说,女人,我走开,因为如果我不离开我,圣灵无法降临 好吧 实际上,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人称 这是无限的爱,从父到子,再从子到父,源于父和子,是他们对彼此的有益的爱,与上帝相同,因为他是无限的 作为爱,他并没有从外部教书,化身儿子也必须这样做 他是必须的,他是圣言,因此是信仰的智慧,他进入了内心以完成这个谜团 他来到信徒的心中,重复一切,因为这句话只说了对上帝的爱和对邻居的爱 他默默地做这件事,如果耶稣留在玛利抹大拉的面前,那么他的身体就在他的外面 因此他无法理解他的圣灵必须进入他的灵魂,这样他才能可以无限的从内心深处对他说话 所以他必须走 在死亡的时刻,当他荣耀归来时,情况会有所不同 因为他的身体将是光荣的,发光的,因此通过看到他,他将不再只在我们身外 他将用他的光侵入我们,因此耶稣的外在和他的内在,他的圣灵将被混合 然后,一切都会统一,父,子和圣灵 他将新的我们atic因力挺有或是联系的大力 就是我们的天下来的伤 fans 也会承真的在产 Idea上出现了 所以他将金上出现了 他的领导方的大力量 也会承受你的宫 但是他主意的 눌러为他命中赞 而一切都会将会有统子 然后,全世界中心的宫 亦争他的世说 全世界中心的父亲 的战争